一对犹太夫妇即将受到处决 长官举手的一刻 两人闭目相拥要和这个世界说再见 突然 突如其来的枪声让这些士兵领犯了 剩下最后一名士兵爬向车底 望向远处的白雪森林 他想到一个方法 用自己的头盔来试探敌人的方位 可子弹直接穿过两个车台 自己被暴头而亡 救夫妻二人性命的人 就是让德军闻风丧胆的红色幽灵 让他不解释 红色幽灵只是带走了一把德军的手枪 其余的装备和寄养都没有带走 只是吃了一点口粮饼干 走向远处消失在茫茫大雪中 1941年底 德国国防军中央部队突破苏军防线 红军伤亡超过40万人 有些士兵成功突围后 散落在米兵村外面处 士兵被动得四肢僵硬 只有一个手套 另外一只手只能踹在怀里保暖 冰天雪地的战争 队伍被打散了 落单的士兵跟着游击队一路向前 一路上 有的战士被冻死 有的受伤为治疗而死亡 有的喝了德军留下的毒酒被毒死 这就是战争的真面目 话说不想洗桑拿的军官不是好军官 在这寒冷的天气里 这名德国军官想体验一下俄国的黑班亚 于是他们驱车开往附近的一甲 而他们不知道游击队也在这个地方